两年前,小妍勇敢地放下工作和家庭,从北京去到辽民,与男友欣勇开始恋情。 本来奔向幸福婚姻的爱情,却因为不明男女身份网友的出现,日渐纠结。 对于欣勇给出的男友为男性朋友的答案,小妍始终觉得另有隐情。 在爱情遭遇考验后,小妍希望网友本人能出现,并弥合她与男友已经产生裂缝的感性。 那么今天,男友先有和不明身份的网友会来到现场接受小妍的告白吗? 接下来我们开门吧,看看她来不来,行不行,来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。 在开启告白之门之前问你几个问题,如果她不来,你怎么办? 如果我的男朋友不来,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更有问题,那我就下了台以后好好考虑我们的感情。 如果今天来的不是你的男友,而是那个网友直接出现? 那我首先第一点感谢她赶来这个舞台,赶来想明白这个事情的缘由, 这是她应该做的,我也会谢谢她。 如果她是个女的呢? 如果她是个女的,而且真有感情呢? 如果她是真心喜欢那个女生的话,我会祝福她们。 你就真能做到这么豁达的一份祝福? 我从来不喜欢强求别人的感情,我觉得强有的瓜不甜, 如果她选择背叛我或离开我的话,我觉得我也没必要留恋她。 好。 准备好了吗? 5 4 3 2 1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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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3 2 2 4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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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6 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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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 8 9 9 7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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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 9 9 10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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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有办法,我已经解释了不便了 你就让这个网我出来 你要想怎么选择那是你的事,但你还我一个情报 我不想跟人就傻的睡在这儿耍的玩,好吗